三国最为精彩的地方 可能就是谋臣之间的斗志 在那个将近一个世纪的乱世当中 巡域 孔明等人纷纷登场 以一己之力影响了时局的走向 从而流明千古 但是徐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我们都知道他的才能不输孔明 可是在后世的铭记却远不如的 有人觉得这主要是因为他投降曹操后 不肯屈服被埋没了 徐树曾经沉默的将领 他的遗迹 若曹操听从 刘备孙权必亡 徐树在《三国演义》中 是许多读者和观众心中难以释怀的角色 因为他本来想跟随对他有恩的刘备 助他实现伟大事业 但被曹操用诡计骗走了 然而 徐树到达曹营后 发誓不会给曹操出谋划策 这即令人感动又令人心酸 让人不禁希望徐树能够继续跟随刘备 但问题是 徐树真的在投奔曹操后 保持了沉默吗 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 徐树在曹营期间的所作所为 徐树是刘备遇到的第一位顶尖战略家 当时刘备虽拥有关羽 张飞 赵云等优秀武将 却一直被曹操追击 四处流亡 最终被迫来到南方的荆州 刘备之所以陷入如此困境 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缺乏一位真正出色的谋士 几个粗豪只懂得冲锋陷阵 而没有战略眼光 志向远大 却目光短浅 头脑不够用 徐树的到来填补了刘备团队在这方面的空缺 成为刘备团队的首席智囊 并多次献祭击破曹军 因此渐渐深得刘备的器重 他的出色表现在击败了曹操麾下名将曹仁上有力的证明 起初曹仁的战败出乎曹操的意料 他本以为自己必胜刘备 对刘备了如指掌 但这次失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曹操见原本被自己压制的刘备 如今又逐渐崛起了 竟让自己屡次受挫 就开始去新野打探情报 最终得知他得到了能人徐树的辅助 为此曹操十分担忧 生怕刘备刘表的强强联合 自己就无法染指荆州了 正当曹操为如何对付刘备而犯仇时 他麾下的谋士承郁站出来说 徐树是个孝子 只要我们将他的母亲接到许渡 他就会来投效 于是曹操按照承郁的计策形式 他们模仿徐母的自己 将徐树骗到了己方的阵营中 这等于折断了刘备的一臂 然而曹操的诡计和徐树的孝心 导致徐树的母亲不幸去世 使徐树深感懊悔 并表示即使曹操得到了他的人 也得不到他的心 他将一生都不会为曹操出谋划策 可实际上 徐树只是一时的气化 并没有真的拒绝为曹操出谋划策 在曹操难征途中 徐树并没有一直保持沉默 反而提出了一个几乎可以将刘备置于死地的计谋 可惜曹操没有采纳 在徐树离开刘备之前 他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 并成功地将诸葛亮请出山 成为刘备的重要谋士 在诸葛亮全力辅佐下 刘备重新振作起来 日夜备战 开始追求自己的王图霸业 甚至引起了曹操的忌惮 曹操决定在刘备羽翼未封之时 南下征伐的 曹操认为 徐树已经是非常厉害的谋士了 曾经是刘备最得力的主手 如今 徐树已被曹操俘获 他认为诸葛亮这个出出茅庐的年轻人 也不可能比徐树更强 曹操毫不顾忌地向刘备发起进攻 企图一举消灭的 相信他可以像以前一样 将刘备打得满地找牙 于是曹操派出夏侯敦 于晋 李典 夏侯兰 韩浩等大将 率领十万大军攻打伯望城 从曹操的计划来看 他对刘备过于轻视 认为只需要派遣夏侯敦 就足以击败他 然而 寻忧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建议曹操行动谨慎 他认为 尽管刘备失去了叙述 但他获得了诸葛亮的帮助 敌人的虚实未知 因此谨慎行事更未明智 然而 曹操完全不以为意 他认为 对付刘备 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也为他之前 已经多次打败过刘备 所以完全不听取寻忧的建议 接下来 徐数站了出来 说出了下面这句话 徐数说 请将军千万不要轻视刘备 如今刘备得到了诸葛亮的辅佐 如虎添翼 不容小觑 曹操就问了 这诸葛亮是什么人呀 竟然让你如此忌惮 徐数接着说 诸葛亮子孔明 世人都称呼其为卧龙先生 此人有惊天伟地之才 出轨入神之计 真当事之奇才 非可小觑 徐数对曹操表示 不要小看刘备 更不要小看诸葛亮 并强调了诸葛亮的卓越才能 这在逻辑上是非常不合理的 由于徐数之前承诺忠于刘备 并不打算为曹操出谋划策 正如俗话所说 交兵必败 这样曹操才会遭受惨败 符合徐数对刘备的忠诚承诺 从本文来看 实际上这是徐数向曹操提出的第一个计策 只是当时曹操没有听进去而已 巡忧劝告曹操要小心刘备 但曹操并未予以重视 于是徐数看到这一情况 再次劝告曹操要小心刘备和诸葛亮 这实际上是在向曹操传达一个暗示 仅庭派遣几位大将出战是非常不妥的 这只会惊动敌人 相当于放走了刘备 最成功的计划应该是曹操亲自率军作战 曹操并不是不理解这个暗示 所以他问徐数 诸葛亮是何方人物 才能如何 徐数回答道 诸葛亮是非常有才华的人 与我相比就像明月与繁星 这个比喻让曹操认为徐数言过其实 根本不相信 于是他坚持派遣下侯敦出战 结果导致曹军惨败 徐数的第一个计策就这样被忽视了 事实上徐数说得非常正确 他的眼光也非常犀利 他知道只要诸葛亮在场 即使曹操兵强降勇 但如果不能进行良好的谋划而盲目出兵 根本无法对刘备构成威胁 如果曹操真的接受了徐数的建议 谨慎出兵 那刘备将会陷入困境 诸葛亮刚刚加入刘备的阵营 他的地位尚不稳固 关羽和张飞对他持有怀疑态度 所以诸葛亮需要一场重大胜利来证明自己 然而 如果曹操亲自指挥军队 凭借他的才能 诸葛亮很难取得胜利 在这种情况下 诸葛亮将受到质疑 他所吹嘘的才华将成为他被质疑的理由 一旦诸葛亮失势 刘备的势力将更加艰难 曹操将再次追击刘备 此外 一旦诸葛亮失去权力 无法掌握大权 那么接下来的赤壁之战 将失去孙刘联盟的支持 周瑜也很难击败曹操 赤壁之战的胜利将成为未知数 因为火攻策略中使用的东南风 都是诸葛亮的策略 没有诸葛亮的帮助 赤壁的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 一旦曹操采纳了徐述的建议 刘备和孙权都有可能被迅速消灭 曹操统一天下的目标 真的有可能实现 令人遗憾的是 曹操的态度高傲 他并未采纳徐述的意见 否则 如果天下局势发生巨变 曹操对徐述建议的不采纳 成为了他失去天下的关键错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